疑似乔人士乔不拢 台南市前环保局机要秘书 竟然打电话标骂局出的女员工 好 原来日前环保局长室有一个玄缺 但是局长认为不需要再补人了 这位前机要秘书林玉仲 竟然认为是有一名王兴女员工 在从中作梗 不但是用脏话怒标 还前后狂骂了六分钟 对此林玉仲表达歉意 政风单位现在也介入调查 如果有人突然间打电话给你 然后电话拿起来就开始 三字经一直给你骂 你心里会不会害怕 兰姻议员高分被质疑 同样是女性的环保局副局长 倘若被标骂有何感想 乔人士乔不成 开始骂我们的同仁 议员透露原来有人打算乔人士 一次乔不成竟标骂环保局女员工 听闻下属遭标骂 尽管环保局长赶紧出面灭火 不过依旧压不下议员怒火 乔不成就打电话来骂我们 遭骂的环保局女员工 害怕倒在脸书发出声明 原来台南市环保局长室 新闻联络人今年三月底离职 有意悬缺 尽管局长认为不需要补人 但前纪要秘书林玉仲 竟认为是该局处的 王姓女员工从中作梗 日前不仅打电话用脏话怒标 前后还狂骂六分钟 消息传出也让女议员 替遭骂女员工抱不平 据了解台南环保局 前纪要秘书林玉仲 先前除了曾驾驶公务车赵逃 还疑似在办公室咆哮 对此林玉仲也出面回应 现在相关单位也介入调查 尽管林玉仲解释致歉 但在遭骂女员工的心里 恐怕人留下难以抹灭的阴影 藉由红不齐台南报道